OK 我们下一个单元是小论文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学术是什么东东 为什么会有人要写论文 论文的重要性在哪里 假如现在 比如你来看YouTube或是抖音或什么 然后你看到主播讲了一句 给你一个资讯 然后你觉得这资讯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 就是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吗 我能相信吗 也能相信吗 如果不相信的话你要怎么查证 上网找吗 那网络上写的你又怎么能相信 查维基百科 而维基百科也是一般人改的 你怎么能相信 也许他下面会引用一些资料 也许有引验到譬如说大学的课本 可是课本也是人写的 课本也会有错 要这么查证 查到最后你要找到的东西 通常是根据实验而写的研究论文 确定的事情 最确定的方式就是如果有人去跑实验 他弄出一个状况是确定只有这个因 才会导致这个果不会因为其他的原因 也不会有其他的结果 这样的标准是最高标准的知识 当然不是每个实验都这么理想 但是大部分实验都够接近这个理想 让我们可以相信他得到的结论 研究论文就是这一些实验 或是逻辑推理的报告 研究论文是知识的最高标准 所以如果未来你要给上司写报告 或者是要写政府的策略建议之类的 你需要资料佐证 最高标准就是引用学术资料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呢 重点就是让你们了解学术资料是什么 如何去使用它来写一篇知识性的报告 好 所以小论文其实就是解释性文章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小论文的解释性文章只能写三种句子 第一种句子是关于这篇文章本身 比如说这篇文章主题是什么什么 以下我要讲三个点 第一个点是 第二个点是 然后最后结论 以上我们刚刚讨论的几个点 什么什么 跟文章本身相关的句子 第二种句子是常识 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 地球是离太阳第三近的行星 明川大学陶仁校区位于微山区尝试 上Google随便查就可以查到的知识 第三种句子 也就是所有其他句子 必须要有资料来源 所以你会发现这种文章不能写个人看法 不能写坐在书房里面想出来的结论 不能写跟朋友聊天聊到的结论 只能写跟文章本身相关 是尝试 或是你查资料查到的东西 所以你们在选主题的时候 也可以稍微留意 这个主题会不会太冷门 能不能找到相关资料 好 所以这一次的作业 这个单人的文章规定是这样子 引用的资料必须要符合这个引用格式 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两周要讲的东西 而且你所有的引用资料里面 至少要有一半是学术资料 所以不是百分之百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学术资料 你可以引用一两笔 比如说网站或是新闻报道 或是YouTube影片什么之类的 但是超过一半要是学术资料 好 所以我们来看 这是一篇 研究论文 真正的研究论文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文献回顾 另外一个是原创研究 我们这个单元只做文献回顾 没有要做原创 所以这一篇论文 你可以参考它的文献回顾的部分 其实就是它引言写一段 然后接下来大部分都是文献回顾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行文如何使用 比如说它提到这个概念 what was known as the strong form of 什么什么grammar was absent 然后就提到某一篇研究 两个学者写的这一篇研究 就描述了一个什么什么 然后有一个引文 然后就给一个页嘛 接下来这几句都是从同一篇出来 一样给个页嘛 有没有 它每一这几句都是从那一篇论文出来的 然后呢 它又说这篇论文为了凸显这一点 他们引用了另外一篇论文 作者加年份这一篇论文 而这篇论文又讲了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它是间接引用至别人的摘要 所以这篇论文的第几页 它整个文献回顾都是类似这样写吧 全部都是人家讲什么 人家讲什么 人家讲什么 一直到这边才是原创部分的开始 所以在这个之前 全部都是文献回顾 你们回去有闲情意志 可以去参考看看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开始讲 学术资料是什么 如何判断如何寻找 要注意一下细节 细节很重要 这个单人非常规模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学术资料可以分这几种 最好的 最高标准的 是学术期刊单篇论文 Peer Review Journals Peer Review的意思是这样子 学术资料必须要经由专家审查 那因为作者也是专家 所以它叫做同才审查 Peer Review 经由同才审查的论文 才是有学术价值的 所以Peer Review Journal 是在学术期刊里面 刊登的经过审查的单篇论文 第二种Peer Review Books 跟期刊论文一样 但是它是一整本书 然后出版社也会把 这本书送去审查 然后确定没问题的才会出 第三种 Essays in Peer Reviewed Edited Collections of Essays 所以这个是论文集的单章 或专章 有时候那本学术书籍不是一个人写的 是很多人各写一章 然后有一个编辑把它统合起来的 这种书也会经由同才审查 也是学术资料 第四个 Conference Proceedings 这个是学术会议论文集 这个标准就稍微低了一点 前面三种都是写完之后送审 然后确定没问题才看出来 会议论文是 先把摘要 就是它的概念送审 然后确定概念想法没问题 作者才会开始写 所以那当然写的时候也许会出错或干嘛 所以它标准稍微低一点 但是以这门课而言 我们也接受它是学术文献 下一个 PhD Dissertation 这是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 它必须要经由五个 口识委员审查通过 博士生产人毕业 所以它也是算是学术文献 下一个Master's Thesis 这个是硕士论文 在台湾硕士论文必须要经由三个 口识委员审查通过 所以它也算是学术文献 但是品质当然就没有博士论文好 最后两种是很常见的文献类型 但是以这门课而言 它不算是文献 学术文献 第一种Bachelor's Thesis 这个是学士论文 就是你们毕业前要写的那个 想想看 如果政府的政策 背后的原因仰赖的是 你们明年后年要写的报告 这个政策你相信吗 有点危险 所以我们这门课就不把它当作 学术文献 然后最后一种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al Publications 政府报告 民间组织报告 非盈利组织报告 智库报告 都不是学术文献 这些文物都是有目的的 政府报告在推行某一种政策 民间组织报告在推行 他们自身的主张 所以他们不是学术文献 没有经过同财审查 自己要留意 好 所以我们来看 应该是前面两个 第一个 学术期刊 你要怎么判断一个期刊 是学术期刊 通常他会有这几个选项 然后你可以选Journal Description 他描述里面应该会提到 Peer Reviewed Journal 通财审查刊物 这个就是学术期刊 另外他应该也会提说 编辑委员是谁 如何投稿 他摘要在哪些索引里面 学术期刊很多 学者不一定都找得到 所以就有公司汇整成索引 让你按照主题 可以找到相关的刊物 所以如果你找到的刊物 有纳入某一些学术索引 应该就是学术期刊 那有一些期刊比较阳春 不一定有完整的资讯 你就要看说 能不能找到以下这些东西 这个等一下会详细讲解 作者 年份 标题 刊名 第几卷 volume 第几期 issue 页码 然后有没有永久王子 有一些比较阳春的期刊 可能会只有期没有卷 有一些可能没有永久王子 但是其他的应该都要有 学术期刊通常一年只会刊出一到五次 如果它是每一个月照样刊出的话 通常不是 如果是每两个礼拜那更不是 有疑问不确定的话可以问我 好 学术专书怎么判断是不是学术专书 还是一般的书籍 我们休息十分钟回来带你们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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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刚刚在讲学术期刊论文 学术专书怎么判断呢? 就要看出版社 这边国内的话基本上就只有大学出版社 才是有学术审查的 国外大学出版社也是标准最高 但除了大学出版社以外 还有几家民间的出版社 他们也是专门做学术出版 那其中Peter Lane是比较奇怪一点的 如果他有归入重书 就是有series 那就是有审查 就是重书主编会去审查 但是如果没有重书的话 那其实就是自费出版 就不是学术书籍 所以如果你找到的书是Peter Lane出版的 就要看说有没有归入重书 学术出版社不仅限于这些 如果你有疑问的话 可以写信问我 好 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什么是学术资料 那要怎么找呢? 主要有这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用Google学术 Google可以找影像 可以找新闻 也可以找论文 但是这个没办法从Google的主要页面点过去 你必须要去搜寻Google Scholar 或是把网址背下来 等一下会带你看 第二种方式 你可以看维基百科的引用书母 维基百科是学术资料吗? 看情况 因为Wikipedia 我们都知道是大家志工联合起来编的 所以如果编的好 内容完整的话 它算是学术资料 可是并非每个页面都很完整 所以要稍微判断一下 然后如果可以引用别的东西的话 就不要去引用维基百科 但是好多维基页面最下面会有引用书母 那些可以当做参考 可以继续当做线索 继续追寻 看有没有你需要的资料 第三种就是论文最后面的引用书母 因为如果论文本身也是学术资料 它引用的资料大部分也都会是学术资料 第四个是书籍的引用书母 同理 那其中最好的 如果你要找资料的话 最好的书籍其实是博士论文 因为博士生毕业前 他必须要能够证明说 他对于这个领域非常了解 所以好的博士论文会去广泛引用最新研究 所以如果你找到符合主题的博士论文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不是看摘要 是翻到引用书母去 看有没有可以使用的资料 Google Scholar长这个样子 我电脑是英文版 但是中文版就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会写Google Scholar 或是Google学术 然后像这种 看起来像是一般连结的 点下去通常会把你带去期刊的页面 但其实学术资料都蛮昂贵的 我们图书馆有买很多 并非所有东西 但是有买很多 所以基本资料应该都找到 但譬如说 如果你必须要自费的话 我最近刚写一本书 学术书籍 然后出版社订的价格是 103美元 美金 103 学术书籍 学术资料是蛮昂贵的 所以如果你找到一笔学术资料 你很想要读去引用 但是学校没有买的话 跟我讲 我有其他管道 也许可以帮你找到 好 所以这种一般连结 就是带你到期刊页面 但是如果可以直接取得文献的话 右边又会给你一个PDF 点这个就会直接给你 那有些连结就直接就是给你PDF了 这就没有问题 左边可以限缩范围 自从哪一年 要多新多旧 可以按日期排列 建议你不要按日期排列 因为通常学术资料一堆 按日期排列 你会从1903年开始排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要留意 它这边有一个按钮叫做Site 引用 你点下去的时候 它会吐出很多不同 引用格式的范本 这个不能完全相信 它生产的品质 跟Google搜寻到的品质有关 如果Google没有抓到 关键的资讯 你点这个引用按钮 它就不会吐给你 它就等于是会跳过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开始 但是你还是要确定 所有的资讯都完整 好 这个是维基百科最下方的引用资料 它有分两个区块 上面这个区块其实是注释 有没有一二 然后会连到行文件的某个地方 这个不一定是学术资料 它这个主要就是跟你讲说 它这个资料是哪来的 比较有学术性的是 在下面那一节 sources and further reading 延伸阅读 这个通常都是学术资料 好 学术资料的类型跟寻找方式讲完了 有要提问吗 好 你们知道什么是学术资料的 你们回去就可以选一个主题 然后去看说资料够不够 能不能写 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讲引用的部分了 你手上有资料 你有主题 但是你要怎么把这些资料放到文章里面 所有的引用格式都有一个通则 行文间用简短的标签 读者想看到完整资料的话 可以根据这个标签给的资讯 到最后面找到完整资料 所以譬如说我们用的是APA第七版格式 是美国心理学会的标准格式 社会科学常用的这个格式 行文间的标签长这个样子 作者 这篇文章有两个作者 所以姓氏 and 姓氏 年份 这篇论文 读者有了这个资料 就可以翻到文章最后面 然后找到这两个作者 赞一年写的论文 就是这篇 在这个期刊第几页 然后在这边有网址可以点下去 这两个元素必须是一对一的关系 一个标签只能连到一笔资料 不然就会大混乱了 就是一个标签如果可以连到两三个不同资料 读者就不知道你引用的是哪一篇 所以如果你引用两篇文章都是同样的作者 然后甚至连篇名都一样的话 会有处理方式 但是一定要能够辨别不同的资料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先讲 行文间如何引用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再花一两个礼拜 去讲下面的格式的部分 就像你这边看到的 就是又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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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点啊 句点啊 and符号啊 空格 括号啊 邪体 大小邪 哇啦哇啦一堆 这个单元非常重视细节 所以呢 我们来暖身一下 以下每一句都有标点符号的问题 请问问题在哪 我们先看第一句 第一句哪里有问题 哪边 第二个引号吗 你说这里吗 问题是什么 对一半 没有逗点 这个句子里面主词是戏 动词是set 受词是这一句话 所以 虽然引号里面是完整句子 但是大句子还没结束 所以这边不是句点 这边是逗点 第二句 问题在哪 哪边 最后面 这里吗 没错 他句点前面多了一个空格 很好 第三句问题在哪 哪一个引号 第二个引号有问题 这边吗 没错 这个问题是 他应该要用双引号 但是他用了两个单引号 对 第四句 哪边有问题 你说缩写那边吗 这边吗 问题是什么 你说这个符号不大对 没错 他应该要撇一边 这个不是我在归毛而已 就是这两个符号真的有差 没有撇的这个符号 是度数 弧度的度数 或是阴尺 几阴尺的缩写 撇的才是 我们现在认知的单引号 或是缩写号 第五句 问题在哪 没错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应该是逗点 不是句点 第六句 问题在哪 喝吗 这里 没错 他多了一个空格 好 第七句 哪边有问题 逗号 你说这里吗 没错 这边也多了一个空格 Good 不错 有些同学还蛮注重细节的 非常好 这个对你们这个单元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 所以我们来讲行文间怎么引用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引用人家的原文 因为原文的时候 就要讲说是谁讲的 所以这篇文章也是两个作者的一篇文章 姓氏 and 姓氏 括号 年份 括号 然后去介绍这篇影文 引号 引完之后 引号空格 先写 括号 P是page 第几页 如果 引用的范围超过一页的话 你要写两个P P P 据点 是pages 的缩写 所以P 然后据点表示缩写 空格 页码 括号 最后最后最后才放据点 据点是放在引用标签的后面 引用人文 的时候 引号之间必须跟人文一模一样 那有时候就必须要改啊 有时候时代不一样啊 或是有时候你必须要把代名词 从我们换成他们啊 对不对 怎么变呢 你要标示出来 你看第二个 增加东西的时候 用中括号表示 有没有 这边是raising proficiency 加一个the 就必须要用中括号 删减东西 要用三节号 这边是 proficiency and efficiency of 这边把and efficiency 删减了 用三节号表示 三节号是 空格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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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格 三个据点 之间以及前后 都加空格 所以这个是直接引述 人文引用 但有时候我们不需要人文引用啊 我们只是要引用人家的想法或概念 不一定要人家的人文 这个叫做摘要 paraphrase 换句话说 这个有两种表示方式 第一种 跟那个直接引用一样 就是把作者名字也写到你的行文之间 这篇文章 提到什么什么概念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页马了 没有直接引用就不用页马 但既然是换句话说 你也不一定要提作者名字 如果你行文间不想提作者名字的话 就是第二种写法 把作者名字也放到引用标签里面 这个时候是姓氏 and符号 不是单字哦 是符号 姓氏 逗点 这个逗点很重要 然后再来年份 这样可以吗 OK 好 有两个变化 我们来看 第一个变化 如果你引用人文超过40个字 就必须要用block quotation 这个中文直接翻成长影文 长影文格式有点不一样 所以 这边就是行文嘛 提到作者 年份 然后接下来 有缩牌的这几行 全部都是引文 这是同一个引文 一路引到底 然后注意看这边 这个颜色在挑的很烂 是我挑的 不好意思 先据点 再叶马 叶马后面没有据点 这个跟我们刚刚看到相反 对不对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先叶马 再据点 但是长影文是 先据点 再叶马 然后呢 接下来 要不要开新的段落 要看你自己的行文逻辑 如果不用开新的段落 你就直接从最左边继续写 那你自己就不要傻傻地去一个一个数 你把它画起来让电脑帮你数 有没有超过40个字 第二个变化 如果引用的文章 作者有三个或以上的时候 行文间引用方式有点不一样 不要写三个姓氏 用这个 这个是个缩写 这个据点是缩写 它全文是 是拉丁文 意思就是 集其他人 中文通常就翻成 等人 所以如果你要把作者放到行文间 就是这样写 第一作者的姓氏 at al 据点 空格 年份 然后继续写 如果你要把作者名字也放到 引用标签里面的话 你就要注意了 作者 第一作者姓氏 at al 据点作为缩写 然后逗点 所以是 又据点又逗点 两个肩并肩 然后再空格 然后年份 那行文间这样改 但是你最后引用的时候 就要把大家都写出来 第一个作者 第二个作者 第三个作者 第四个作者 第五个作者 全部都写出来 好 知道行文间怎么引用了 我们来先提示一下 你们接下来会需要知道的几个按键 有些你们 大部分你们应该都知道 那是就当作提醒 要缩排的时候 不要按空格 按tab tab就直接帮你缩排的 按一次就可以 待会会需要用到连接号 键盘 相信你们都知道 如果一个按键 有两个符号的话 要换成另外一个符号 就是按shift 然后再按那个按键 就会有第二个符号出现 所以比如说连接号 如果你按shift再打下去的话 它会变底线 中刮号在这里 如果你按shift再打的话 会变上面这个大刮号 我们不会用到大刮号 这个是单引号或是撇号 要变成双引号的话 就是按shift 然后它就变双引号 end的符号在这里 按shift打7 就会变成end的符号 如果你需要截图 你的画面的话 你可以按这个按键 它其实叫做print screen 就是把整个画面截图下来 但是关键是 它不会存档 它只会复制 所以你要另外找一个地方 把它贴上 然后再存档 通常我会开小画家 或是开word之类的 如果你有用像什么Dropbox 或是OneDrive 有可能它会帮你存起来 你稍微找一下 然后这个按键很重要 这个是算盘的减号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 这边会用到减号 不是连结号 是减号 就是你一般而言 英文里面减号跟连结号 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它是两个不一样的按键 英文这种横条形的形状 有三个不同的标准符号 三个不同长度 第一个是连结号 hyphen 最短 它的功能就是把两个字连成一个字 有没有 pre-war战前 怎么打呢 就是打连结号 或者是打减号 都可以 第二个稍微长一点的 叫做N' 为什么叫N'呢 因为它的长度跟N这个字母一样长 同理可证第三个最长的M' 就是跟M这个字母一样长 N'是什么呢 它是范围号 它表示一个范围 比如说第几页到第几页 用的是这个 N' 不是连结号 对 另外一个用途 不一定会用到 但也顺便跟你们讲 这个连结号是连结两个单词 变成一个复合名词 如果你其中一个要连结的单词 其实本身已经是复合名词了 你要用范围号来表示 你连的不只是前后这两个而已 而是包含整个复合名词 所以pre-civil war 是内战前 并不是 civil应该算是公民的吧 就是公民之前的战争 不是这样讲的 范围号告诉你说是 后面整个复合名词都要连上去 好 范围号怎么打呢 如果你用word 就是control 加上减号 算盘的那个减号 如果你用 比如说小笔垫 你没有右边的算盘怎么办 有第二个方式 随便打一个字母 空格 连结号 空格 随便打一个字母 空格 你打完最后一个空格 那个连结号就会变成范围号 这不用背了 你可以把这个powerpoint 从model下载下来 好 那如果你用google docs的话 超简单的 就打两个连结号 就被范围号 第三个m dash 这个是中文叫破折号 破折号顾名思义 就是把一句打断 破折号的用法是这样的 就是破折号前面 跟破折号后面的文法 不用连贯 但是前面那一段本身要合文法 后面那一段也必须要合文法 只是前后不用连起来 另外一个用途是加强补充 成双成对的时候 英文有三种补充方式 最弱的是用括号 中间强度的是用两个斗点 然后斗点之间的东西是补充 最强的补充方式是用两个破折号 然后破折号中间的东西是补充 什么叫做强的补充呢 就是你想要补充这个资讯 非常重要 读者一定要知道 但是文法上是补充的 跟你的主词没有直接关系 这个时候也会用两个破折号 怎么打呢 Microsoft Word又来这种挖勾了 打一个字母 打两个连接号 再打一个字母 然后再打空格 你打完这空格之后 那两个连接号就会合并成一个破折号 Google Docs again用非常简单的方式 就是打三个连接号结束 然后既然提到破折号 我就要提有一个地方 破折号中英文用法不一样 中文会有像这种句子 破折号前后是同位语 我的朋友就是约翰 约翰就是我的朋友 但是英文不能这样子使用破折号 这种句型英文会用两个斗点隔开 作为同位语补充 好 所以这三个符号清楚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仔细端详看一下 一笔期刊论文的引用书目条例怎么写 这个是期刊页面 先第一个作者的姓氏 逗点 空格 名字缩写据点 空格 如果有中间名的话 中间名缩写据点 第一个人名字结束之后 逗点 然后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 如果很多人的话是最后一个作者前面 再放入 然后一样姓氏 逗点 空格 名字 据点 有中间名的话 空格中间名缩写 据点 空格 这是作者的部分 接下来是年份 括号 出版年 括号 据点 接下来是文章标题 中间用空格格开 然后再来是标题 文章标题 大小写 是一般英文句子大小写 它不是标题大小写 所以第一个字大写 专有名词大写 其他都小写 据点 空格 下一个是期刊标题 期刊标题就是标题大小写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大写 还有第一个字 都要大写 文章名称 如果有副标题的话 把这个据点改成冒号 空格 然后一样第一个字大写 然后专有名词大写 其他小写 副标题讲完之后 据点 然后继续 到了期刊标题这边 标题大写法 写体 斗点 空格 十五是第几卷 第几卷结束之后 写体才结束哦 写体是标题 斗点 第几卷 然后才停止 然后卷数结束之后 没有空格 括号 第几期 括号 斗点 接下来就是页嘛 空格 起始页 范围号 结束页 据点 如果你起始页跟结束页 是那个百位数没有变的话 第二个数字的百位数不用写出来 可以省人 所以譬如说如果这个是 如果反过来是204到291 你就可以写204范围号 91 据点 然后空格之后 永久王子 永久王子是DOI 它也是个缩写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数位元件标示 每一篇论文只会有一个固定永久王子 然后注意哦 永久王子后面 没有据点 没有据点 非常幽灵 好我们来看一下每个元素 可以在哪边找到 先从名字开始嘛 作者姓氏名字 在这边 作者 名字 中间名 姓氏 我们来反过来写 先写姓氏 再写名字 缩写 再写中间名 这篇有两个作者 所以第二个作者在后面 一样 姓氏 名字 中间名 日期 不是这个 等一下会讲这是什么东东 在这里 issue published 然后你只需要年份 1955 现在有很多网络的学术期刊 它一旦审查过了 它会先把文章贴到网络上 然后等之后 按照正常的出版时程 有下一期 下一卷 它再会把这篇文章 归到某一期 某一卷里面 所以如果你找到的资料 非常新 它是网络上先看出来 还没有卷 还没有期 你就引用这个 first published的 这个年份 但是如果它已经被归入 某卷某期 你就要引用下面这个 某一期的日期 好 接下来文章标题 在这里 这是文章标题 注意 它的标题写法 是标题大小写方式 所以要稍微改一下 改成句子的大小写方式 接下来是期刊名称 在这里 这个期刊就是这个东东 接下来第几卷 Volume 在这里 第几卷 Volume 然后再来第几期 issue 有时候你会看到NO NO据点它是个缩写 它叫做number 就是第几期 然后再来页嘛 就是后面这边 然后注意它是用连接号 我们就要把这个连接号 换成范围号 最后永久王子 在这里 有些永久王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会写 dx.doi 你把那个dx.3掉 没有差 两个都通 永久王子几个特性 我们看下面这边 几个特性 它一定是https 这个程序比较安全 然后如果有dx.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部分删掉 只留doi 它一定是org 因为是非盈利 然后斜线后面 这个就是它的数位辨识代码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标点 斜线干嘛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东 还有一些其他特性 比如说 它第一行比较偏左 这个叫凸牌 凹凸的凸 还有它的行距 也蛮宽的 还有它用的是标准字型 所以我们来看这三个东西 两倍行距 标准字型叫做Times New Roman 这个不是预设字型 你要自己选 然后字型大小用十二体字 好 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的尺寸是英寸的时候 是半英寸 如果你是用公分的话 就是一公分 这个其实就跟每一段 第一行的缩牌距离是一样的 所以你要怎么判断呢 用word的话 这个大GG在下面这个 是每一行的起始位置 上面这个小三角形 是第一行的起始位置 Google Docs也是 三角形 下面三角形 是每一行的起始位置 然后上面这条线 是第一行的起始位置 应该是 你看吧 从零到一 这个是一英寸 所以缩牌是半英寸 怎么弄呢 Google Docs的话 你直接用拉的 看得到这个东东 但是如果word看不到两尺的话 去找段落 中文版格是一样的 段落 然后按这个 更多选项这个按钮 或是你把你要调整的文字画起来 右键 找到段落 然后点段落 两个都一样 它会叫出 这个东东 中文格这个位置 它只是英文中文的差别 找到这边特别 然后你要选突排 英文叫hanging 中文叫突排 凹突的突 然后点OK就可以了 好 了解基本的 你们要再定一下吗 你们要再吸收一下吗 好 给你们一分钟再吸收一下 据点 斗点 空格 大小血 血体 这五个重点 好 好 一分钟到 其实不用背 就是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下载这个东东 然后去比较一下 但是你要有一个基本概念 这样子人家 如果你比如说你 从Google Scholar下载下来 或是你用某一种其他AI软体生产出来 你才看得出有没有问题 然后你觉得有问题 你再去查去比较 好 我们来练习一下 这边每一个都有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哪 哪边 你说这里吗 没有空格 很好 每一个缩写之间都要有空格 OK 第二个问题在哪 年份 年份什么问题 后面没有据点 很好 年份后面要用据点隔开 好 第三个问题在哪 大小血 没错 单篇文章大小血 不是这样子的 应该是按句子大小血方式 下一个问题在哪 一样大小血 但是现在出现在副标的问题 对 副标 这一大小血跟主标应该是一样的 下一句 哪一个标题 哪一个标题 写题的标题 这个是期刊标题 对不对 问题是什么 它应该要大写 对不对 对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要大写 还有第一个字 好 下一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 第几卷 第几卷要写题 对 还有斗点 前面的斗点也要写题 对 要写题 我就跟你讲很规模 第七个 等一下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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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个 我刚刚说 我刚刚说斗点也写题 看得出来吗 这个是直体的斗点 这个是斗点的斗点 看得出差别吗 OK 好 接下来 没错 不应该是连接号 应该是范围号 看得出差别 好 为什么这么慢 好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在哪 王子 王子怎么样 后面不应该有句点 不见了 好 不错 那你们真的在写的时候 就没办法上下比较了 但是你们可以下载范本 然后一个一个去比对 好 说到不能比较 这篇文章要怎么写 请拿出一张纸 练习一遍 我们等一下核对 五分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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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们来对一下 第一个作者名字在这边 注意评法 第二个资料年份在这里 应该说在这里 1955年 大写中 304 据点 空格 然后网址在这里 到时候你画起来复制贴上就可以了 在这边 那当然复制贴上网址之后 你要确定数字都对 你不要把后面三个数字拉掉之类的 OK 有疑问吗 好 希望这个你们印象可以有一些 到时候你们要检查的时候 发现有没有问题 这个也就是这篇 小论文这篇作业 我会改的重点就在这里 行文间有没有正确引用格式 看后面的时候 引用资料格式对不对 好 你后面这些引用书目要怎么排列呢 请按照每一篇 第一个作者的信的第一个字母排列 如果第一个字母一样的话 按照第二个字母排列 以此类推 如果作者都一样的话 按照文章篇名的字母 先后顺序排列 错了 如果作者都一样的话 是按照年份排列 比较旧的放前面 比较新的放后面 后面还有一些内容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有没有要提问的 好 没有问题的话 可以来前面签到 对 没问题 没有问题 感谢观看